花林县体育会锤球委员会 13号的上午是在吉安乡的圣安公园运动场 举办了109年花林县长杯锤球锦标赛 县长徐真卫特别来到现场主持开幕典礼 和为选手们来加油打气 而这一次的赛事一共有15支队伍报名参加 85名的锤球选手参赛 大家是卯足了全劲来争取佳击 6月7号青光肺炎解封之后 花林县各项社团运动赛事开始展开 13号吉安乡圣安公园聚集锤球选手们 这是由花林县体育会锤球委员会办理的赛事 现代许真卫先远迪布斯一赖 李政文同时也参加开球典礼 现代许真卫表示 假日期间太阳可以说是相当大 同时定领大家多喝水 让这些状况能够保持最好的时刻 来自全县15队的队伍 和85位选手参赛 大家可以说是发挥团队精神 和彼此之间的默契 来为自己的球队争取最好的成绩 球队活动可以说是老少嫌疑 各个年龄阶层 可以说是马上力气学习的休闲运动项目 现代许真卫也是大力推动各单项运动 可以切磋选手我们的记忆 大大的提倡全民运动的精神 记得中一节目到 看这边 夜 看这边